They call it Super Tuesday for a reason This is a big one 15个州在星期二的共和党初选 特朗普赢得加州 得克萨斯州等14个州 目前点票仍然进行着 特朗普获得的总代表数 已经达到1,004个 距离获得提名的1,215个门栏 只是差211个 预计去到下星期二的 在乔治亚、夏威夷、密西西比和华盛顿州初选后 特朗普将会正式出线 另外 特朗普星期二再迎接到利好消息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 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 麦康奈尔在2021年1月 跟特朗普抹面 现在麦康奈尔支持特朗普 即是代表国会所有共和党领袖 全部都支持特朗普竞选 而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克里 昨天宣布退选 克里在超级星期二 只是以4%的差距 赢得佛蒙特州一半的代表数 以总代表数89的成绩 结束选战 超级星期二 令总统拜登拥有的代表数 充到1,506个 距离1,968个民主党提名门栏 还差462个 不过19%的明尼苏达选民 13%的北卡罗来纳选民 和不够10%的其他5个州选民 都投票给无名之辈 令拜登担心 即使最终结果仍未出路 拜登斗特朗普的大选格局 基本上已经形成 过去5天 几个不同的民调显示 两个人的支持率不相伯众 喂喂 看完米酒住啊 记得like啦 subscribe啦 和按钟仔先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啦 糊 Cosimo 似乎 船 続